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湾大灾之年 谁是罪魁祸首 神通少女爆出真相 一起来听 今年是台湾的灾难年 比如瘟疫 从今年五月开始计算 大约有着三成人口遭到感染 万人死亡 接着地震 各个地方都有着地震发生 据数据显示 台湾花莲县发生6.9级地震后 142人受伤 已经严重影响了人民的生活 而这一切 究竟谁是罪魁祸首呢? 1.如今现状 地球从开天辟地 距今已有46亿年 生物起源 距今也有38亿年 而人类文明在地球上存在时间 充其量才几千年 我们的大千世界 就像宇宙的刹那间擦起了一个小火花 所以 古代人一直喜欢研究大自然的规律 仰观宇宙星象 复查虫与鸟兽 才有了《易经》这样的哲学著作 有了天人合一的大格局 然后讲究顺天而行 把人的身体和天体运行的节律一致 比如 人有24个脊椎骨 一年有24个节气 再比如 太阳系里金木水火土星的运转 和人体内五脏六腑的协作 本质上都是一样的 人体就是宇宙天体在世界上的一个投影 只有去顺应天道 才能和自然和谐相处 延年益寿 而西方现代理论 最在乎的并不是大自然的客观规律 而是把事物结构化和拆分 甚至一直拆到基因 更愿意以自我视角看世界 这就是把人和自然对立起来 力图用各种发明去抵制和逃脱自然规律 这就是逆天 这就是中一和西一的区别 也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尤其是西方开始文艺复兴以来 过于强调人的本身 认为人是宇宙的精华 万物的灵长 一切都是以人的喜怒哀乐为尺度去对待世界 这种价值观一直到现在都在主导人类的发展 把世界变成了一片弱肉强食的丛林 古代传统文化被西方价值观打败 是人类这几百年来最大的败笔 每天我们都在为了豪华的生活而奔波 都在想明天会和朋友们玩点什么呢 色欲熏星 美食和一切感官刺激 幻想能够一夜暴富 甚至中彩票大奖 把世界的一切都围绕人的感官去赚 所以 人变得越来越自私 贪婪 不可理喻 正是因为一意孤行 不注重大自然本身的规律 所以 大自然和人的默契就越来越少 每当发生地震 海啸等灾难 鱼虫未死一只 人类却失衡遍野 人类这几百年来妄自飞薄造下来的孽债 终究是要还的 二 少女爆出真相 一位神通少女根据研究所学 对于如今这个世界 她有这样的看法 这几年 大家一直在鼓动消费 大量的消费来刺激大量的生产 结果造成生产过剩 比如 大家爱穿的衣服 用的家具 差不多就扔掉了 因为很便宜 但扔掉的东西怎么办 就变成垃圾 每天都产生大量的垃圾 根本消化不了 因为我们东西太多了 太浪费了 这几年来 人的浮躁就以拥有物质太多而做比喻 我们一直在更新换代 一直要最新的东西 慢慢地 传统的西服的观念没了 因为大家都用钱来衡量 米饭几块钱 水一吨几元钱 衣服几十元 相对于很多每个月几千上万的人来讲 这都是小钱 所以我们会慢慢地误会了 水也不值钱 粮食也不值钱 衣服也不值钱 家具不值钱 很容易就买到 所以浪费越来越严重 我曾多次说 为什么要实际地赚钱 不要搞金融 或者一下子发财 那样子你会觉得钱来得太容易了 然后就开始浪费 人可以买贵的东西 但老天爷不允许你浪费 你有钱你在浪费 其他人也学 大家都开始浪费 衣服经常换 买很多不必要的生活用品 用完就扔 这样子很危险 未来最大的灾难将发生在城市中 首先 第一 现在很多人不知道 粮食是怎么来的 不知道水是怎么来的 也没有见过稻谷 你不知道来源 就不会体会里面的辛苦 就会浪费 所以 未来的灾难 是因为浪费而起来 根本不是因为其他国家的政策 第二个 未来的疾病 是因为你污染环境而引起的 你污染了多少环境 就会得多少病 比如城市人 根本不知道垃圾往哪里去 每天产生很多垃圾 垃圾车一运就走了 或者用化学腐蚀性很强的东西 洗衣服 洗车 洗厕所 这些化学物质到了水里 是永远的污染水 不知道大家厕所 有没有节测剂 有没有杀菌的东西 我们好像很无辜 其实大家都在造恶业 只是没有智慧观察而已 现在媒体一直在报道 要消费 要高端的东西 越来越便宜 结果越来越浪费 垃圾就越来越多 我想 我们应该要清醒起来 生活要简单 要简朴 要减少 但很难 比如装修房子 装修的瓷砖 高档家具 还有很高档的东西 都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 我们都会批评 到处有烟囱 但瓷砖是烧出来的 金属类的制品 要靠烧出来 开的汽车的每个零件 都要烧出来 甚至我们穿的衣服 要用石油来提炼 也是要烧 这些烧出来的东西 进入千家万户 十几亿人口都在用 大家都抱怨空气不好 交通堵 车太多 但却没有人愿意 放弃自己的车子 放弃自己的方便 但因果之公平 谁浪费得多 果报就重 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 浪费的事情 我们都觉得房子不够大 钱不够多 物质不够丰富 但大家都很少提西服的问题 好像很不好意思 饭吃干净 衣服能穿就不要买 住的要普通一些 不要以钱来衡量这些物质 钱有多少不定数 但一个人能用多少 是定数的 我想大家都要有 西服的观念 要有环保的观念 我们买东西时 一定要想 这个东西地球 能不能消化掉 比如点蜡烛来讲 有些塑料盒子 消化不了 尽量不买 尽量少买塑料的用品 买多余的用品 现在人很贪心 到处在刺激消费 买没用的东西 一遇到降价 赶紧买 不管有用没有 等着以后用 这就是贪小便宜的心态 佛弟子更应该 从这些点开始 从自己开始 但要领悟到这些 确实很难 我建议 大家去公共场所 多扫几次垃圾 你就知道了 有些国家人口多 一个人扔一个 聚集起来 都是很可怕 我在庙里扫垃圾时 领悟到的 环境的压力 确实很大 尤其是塑料 废弃的衣服等布料 无法回收 烧了污染空气 不烧污染土地 你要说怎么办 还有玻璃类的 烧也烧不掉 化也化不了 你看超市里头 瓶瓶罐罐那么多 用完了就扔掉 可我们总难觉察到 因为我们觉得很便宜 想过年到了 家家户户都在大采购 一派热闹 不仅杀业多了 垃圾也多了 我们很少顾及到环境的压力 很多人都只想要自己房间干净 社区干净 一有垃圾就往外一倒 根本不知垃圾往哪里去 现在的城市人疾病为什么那么多 卫生那么干净 疾病为什么这么多 就是因为城市人把自己小范围的卫生搞干净了 结果污染了周边的土地 我们看到了干净背后有无数的代价 这就是城市人生病的原因 为什么爱卫生的人往往生病越多 因为他爱卫生时常常把垃圾扫给别人 用化学性很强的东西来杀菌 这些结果是污染水资源 这类人自然就多病 相反的 清洁工却身体健康 这就是老天爷给人的一种启示 其实你爱环境几分 自然就得到利益几分 老天爷就照顾你几分 你破坏几分 自然祸害几分 多少以前制造业的老板 个个都得很大的病 这难道是偶然吗 讲了很多人会不开心 确实他们不违背法律 可是没有智慧 不知道什么叫违背天条 总之 神通少女所说也不是没有道理 如果我们仍旧没有反省自己的行为 继续种下恶因 放纵自己 浪费身边的资源 不懂得珍惜 那在未来的某一天 战争 火山爆发 地震等等 只会越来越多 感谢你的观看 愿你福生无量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